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 中央財經委會議做出部署 多挫並舉 深化落實 交通運輸部今天表示 組織開展交通物流 降本體制增效專項行動 強化各個環節的高效銜接 推進系統性降本體制增效 要大力發展綜合運輸當中的 一單制 一箱制 加快補齊城鄉末端服務的短板 提升國際物流供應鏈的總體效率 調結構 促改革 物流降成本如何增實效 怎樣更好服務經濟生活 晚上好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張玲 今晚繼續系列評論 解碼財經委會議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提出 要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問題 交通運輸部今天也表示 將加快完善綜合交通運輸服務體系 強化各環節高效銜接 推進結構性系統性降本增效體制 優化運輸結構哪些潛力可挖 在創新和專業化物流服務上 有哪些可以深化細化的舉措 物流降成本如何更好的服務經濟生活 今晚我們邀請兩位嘉賓來一起探討 我們請到的一位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二級研究員王薇 一位是我們的財經評論員楊富江 歡迎兩位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 多地優化運輸結構 推進物流降本增效的相關內容 這裡是位於寧波周山港的 北輪第一集裝箱碼頭的作業區 此刻在我身後 一輛來自京華在50階車廂 共100標箱輛的貨車正在進站 那麼自去年永津鐵路開通以來 這裡新增了一條重要的輸運通道 同時世界吞吐量第一大港的寧波周山港 與世界小商品之都義烏之間 運行效率也大大的提升了 這是我們川山港區海鐵聯運的 一個現場作業情況 那麼去年我們新增了兩條 海鐵聯運搬列和兩家內陸無需港 海鐵聯運線路累計超過100條 鐵路 公路 赋能港口運力提升 智能裝卸 加速貨物出口 記者看到在港口內 每個集裝箱要經歷倒占卸 存放堆場 吊裝上船的環節 30多台自動化橋吊設備 動作整齐 精準吊裝 5公里外的操控室 橋吊司機按下按鈕 就可以輕鬆完成吊裝 2023年 寧波周山港 300多條集裝箱航線 將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600多個港口支點城網 貨物吞吐量達13.24億噸 在金航運河早裝斷的 塔爾裝船閘 一天約有200多艘貨船通過 船民使優駕駛的是一艘集裝箱船 而此前它駕駛的是一艘散裝船 變化源於去年金航運河早裝斷 對航道進行升級改造後 航道變寬變深 原來常年無法通過的 2000噸級船舶也可以自由通行 交通運輸部今天表示 將加快完善 綜合交通運輸服務體系 強化各環節高效銜接 推進結構性系統性降本增效體制 我們看到在前不久召開的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是特別強調了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 是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重要措施 而今天交通運輸部也表示 要強化各環節高效銜接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交通物流大市場 多舉措地來推動物流降成本 那麼接下來在優化運輸結構方面 有哪些潛力可挖 王老師 我覺得關鍵是要調結構 促進多種運輸方式 發揮比較優勢 促進銜接合作 因為在我們國家全社會物流成本中 運輸成本的占比超過50% 那麼所以降低運輸成本的核心 是我們整個降低社會成本的核心 我們覺得降運輸成本不是簡單的降運費 比如說我們國家在整個貨物運量中 73%是由公路運輸來承擔的 那麼在過去的10年中 公路運輸的運費始終沒有上漲 那麼在這樣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僅僅將運費很難得到運輸成本的下降 關鍵是要讓多種運輸方式發揮出它的比較優勢 比如這幾年我們鐵路運力有了比較快的增長 那麼鐵路有長距離大規模運輸的 這種低成本的優勢 所以我們要促進不同的貨物來選擇不同的運輸方式 實現物流成本的合理的下降 比如說大規模的貨物大宗商品 我們需要用鐵路來運輸 然後高時效高附加價值的可以使用航空運輸 那麼公路運輸更多發揮它在末端 最後一公里的這種靈活便捷的這種運輸 所以降低運輸的成本關鍵是調整結構 同時我們要促進多種運輸方式之間的相互的銜接 比如要打造具有多式連運的這種樞紐場站 讓它能夠實現不同運輸方式的順利的轉換 您剛才說到這個連運 事實上我們的觀察也發現很多地方 現在都在打造這種公鐵連運 海鐵連運的這樣一些方式 甚至有些地方打造了公鐵海這種多元化的多式連運的中心 傅江覺得剛才我們說到的這種多式連運的方式 或者說現在我們叫公轉鐵公轉水 對於我們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這個我們結合背景來看 結合剛才王美老師所說的那個 其實按照國際慣例來說 衡量一個國家的物流水平 不能只看社會物流的總費用 因為它跟經濟規模發展階段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通常來看社會物流的總費用跟GDP的比例 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這個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當中 物流成本的一個情況 來看2023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18.2萬億元 跟GDP的比例14.4% 這個比2019年下降了0.3個百分點 跟10年前2014年相比下降了2.2個百分點 所以我們縱向來看 其實整個社會物流總體的成本的情況 還是在穩步下降的 那這次我們看到中央財經委第四次會議也明確提出 這個物流是實體經濟的筋絡 因為它一端連接著生產 一端連接著消費 一邊連接著內貿 一邊連接著外貿 所以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 其實本質上就是為實體經濟通筋活絡 我就通過兩方面來降低 一方面通過深層次的制度改革 降低制度性的成本 比如說我們的車輛的通行 貨物的通關 能不能再快一點 再節省一點時間 再比如網絡節點 或者貨車的經營許可這些審批 我們已經有了很多的優化的政策 這政策能不能進一步落實落細 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是剛才王威老師所說的 通過結構性的降低物流成本 該鐵路鐵路 該水路水路 該公路公路 因為我們知道目前 我們國家公路貨運的占比比較高 70%到80% 鐵路貨運的占比這幾年 接近10% 還不到10% 但是我們對比一下美國 他們的高鐵網路遠沒有我們發達 但是美國的鐵路貨運占比高達43% 那麼再從能耗的角度來看 鐵路貨運運送單位的貨運量 同樣的距離 它的能耗 能源消耗是公路的七分之一 省能源就是省運費 就是省錢 而它的污染物的排放 是公路運輸的十三分之一 而水路運輸比鐵路運輸表現更為優秀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未來的公轉鐵公轉水 還是有很大的空間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要注意 鐵路也好水路也好 它的服務的意識 服務的水平要提升 比如說貨主選公路運輸 什麼時候發車 怎麼運 什麼時候到達 它是有話語權的 但是鐵路或者水路 什麼時候發車 什麼時候發船 對於貨主來說 它往往沒有話語權 在這方面 還是要進一步提高服務意識 富江剛才說到了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是 整個的體系建設 我們看到圍繞著完善 縣鄉村三級物流體系建設 以及區域通關一體化等 舉措的推進 多部門在持續推動物流降成本 我們繼續來看短片 在江西安遠縣楊家村的 致運快線基站 果農魏少珍在將新鮮采摘的騎乘 通過穿梭機器人 發網站裡的電商服務中心 一個小時後 他家的騎乘就能從 縣城快遞物流分檢中心出港 最快第二天 即可送達粵港澳大灣區 眼前的這個像纜車一樣的 穿梭機器人 是全國首條農村商用 致運快線村村通 相較於人力 致運快線採用鋰電池驅動 每50公里只耗一度電 穿梭機器人設計最大載重為100公斤 時數可達60公里每小時 相對於傳統物流 降低了1到2元的成本 如今安遠縣在實現152個 村級快遞物流服務點 全覆蓋的基礎上 正在建設縣鎮 村級 智能配送艙和基站 國家郵政局數據 2023年以來 累計建成1267個 縣級公共基地配送中心 28.9萬個 村級基地物流綜合服務站 和19萬個村油站 近年來 海關也多舉措 壓縮通關時間 降低企業物流成本 這裡是機場的 進境貨物海關監管倉庫 運往河北和天津的貨物 在這裡完成通關手續後 就可以直接運敵企業 接住通關一體化 貨主就無需再到北京 來註冊和辦理相關手續 去年一年 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進出境的河北和天津的貨物總值 就超過了400億元人民幣 一家物流企業負責人表示 由於京經濟地區 實現了區域通關一體化 進出口貨物的通關時間 比10年前解約了一半 僅首都機場口岸的 這個進口監管庫 一年物流成本能省下3000多萬元 中央財新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指出 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 主要途徑是調結構促改革 那麼圍繞著有效降低管理成本 王老師覺得接下來還有哪些降本的空間 可以持續地推進 降管理成本 我覺得核心就是要培育現代的物流組織 加快優化營商環境 從這個全社會的物流成本來看 我們國家的管理成本佔比是比較高的 相對於發達國家 在相同的發展階段來講 我們的管理成本比較高 我覺得這需要從微觀和宏觀 兩個層面上來推動管理成本的下降 從微觀層面上來講 我們國家的這個大量的物流企業 都是中小物流企業 甚至是一些個體戶 特別是卡車司機 大量都是個體戶 那麼這些中小企業和個體戶 他們自身的管理水平很低 現代化的管理手段是缺乏的 比如說現在我們促進數字化 通過數字平台來更好地了解 車輛運行的線路庫存的水平 它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水平 那麼所以我們覺得在全球 我們看到物管理成本的下降 經常是通過大型現代物流組織的發展 比如說網絡化的物流企業 快遞企業 然後還有一些平台化數字化的 這樣一些平台組織 來幫助大量的物流企業來降低成本 那麼也就是說規模化 組織化數字化 是我們促進管理成本下降的 非常重要的途徑 那麼從宏觀上來講 我們國家呢 因為我們的物流呢 是一個鏈條很長 涉及的部門很多 然後我們又是一個大陸性的國家 所以在物流的這個宏觀管理上 制度的設計上 應該說還不盡完善 那麼存在著比如說正出多門 標準不一 然後還有這個我們管理水平也很低啊 有些地方或者一些這個地區 還有這個以罰代管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通過營商環境的優化 比如說在市場准入上 在公平競爭上 在這個現代治理的這個能力上的提升 來幫助整個社會營造一個 很好的營商環境 來降低整體的這種制度成本 沒錯 那麼降低物流的成本 其實打通其中的讀點和卡點 是非常關鍵的 那富江如何觀察 在接下來我們完善大的循環 和暢通微循環促改各方面 還有哪些可以細化深化的舉措 其實物流業的降本增效提了很多年 也一直在努力 目前來看單個環節的降低的 降價的這個空間已經不大了 那麼這個時候整個物流業 全社會降低物流成本怎麼辦 我覺得關鍵在於 系統性的提高交易效率 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公路運輸 75%以上的這個物流成本呢 是車輛的成本 那既然車輛的成本這麼高 如何系統性的提高車輛的 這個運輸的效率 比如說我們經常看到 即便是管理很規範的製造業大型企業 它在出貨的階段 廠區門口大排長龍 排幾公里的大貨車 然後每一輛車等幾個小時是常態 同時的一些短途運輸 我們也會發現很多時候等待時間 遠遠超過運輸的時間 這就說明什麼 說明我們的物流費用當中的一大半 是在等待當中消耗掉的 也就是說很多貨主相當於 雇了一堆大貨車司機 在自己的廠區門口排隊 那這種時候對於大型企業來說 無論這些貨車誰擁有 無論誰運營 怎麼樣提高它的周轉的效率 工作的效率都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業內的統計 最高效的物流的生態當中 業態當中一輛貨運的卡車 每個月平均要跑2.5萬公里以上 也就是每天要跑800公里以上 當然師傅是需要休息的 而現在的大量的物流園區當中 車輛的每個月的運輸距離 不到1萬公里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有很多的 靠數字化的統籌的方法 大數據雲計算靠算力 來提高的空間還是有很多的 對 說到數字化 我們到重慶鐵路口岸去看一看 在那裡物流企業聯合汽車企業 共同研發出了一種汽車支架 借助這個設備降本效果明顯 我們來看記者此前拍攝的畫面 在重慶鐵路口岸 裝載著一批新能源汽車的 中歐搬列上的集裝箱裡 安裝了一種專業的物流器具 汽車支架 這支架雖小 功能卻很大 在國際貿易中 集裝箱都有標準尺寸 如果運輸小轎車 通常只能前後裝兩輛車 有了汽車支架就不一樣了 可以把上面的高度空間 也充分利用起來 這些汽車支架 是重慶物流企業 聯合車企等相關機構 共同研發的 目的就是幫助車企 降低物流成本 中歐搬列速度快 時間短 可以幫助車企 及時趕上歐洲市場的需求變化 而汽車支架的使用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物流成本 但對車企來講 還是希望能縮小 中歐搬列與海運之間的差價 基於此 重慶鐵路口岸 對降本的努力沒有停止 車架使用之初 他們發現如果只是單程使用車架 車企就還得再花費用 為返程空置車架的集裝箱買單 那這項汽車支架 降成本的效果也就被打了折扣 為幫助車企再降物流費用 2023年起 重慶鐵路口岸 採取了去乘新能源車 回乘高端進口車的運輸模式 讓車架得到循緩利用 使車企得到實惠 除了用車架來提升集裝箱的空間利用 鐵路系統還推出了 專門運輸小轎車的龍車 內部分為上下兩層 每截車廂可裝載9到10輛汽車 前後箱門打開後 還可實現整列貨箱的首尾貫通 商品車能直接駛入車廂 可極大提升運力降低成本 剛才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是 物流企和汽車企業的 一個聯合的事件 剛才王老師說了 其實整個物流產業的鏈條非常長 那接下來我們要實現 我們降本增效的這樣一個目標 您覺得全鏈條該如何共同發力 我覺得要加強供應鏈的合作 開展物流創新 因為物流涉及的過程很長 從生產到消費 特別是在我們國家 物流環節是非常多的 在國際上一個消費品 從生產到消費者 其實平均要經過三到五個 三個環節左右 那麼我們國家就有可能是 五個環節或者六個環節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所有各個環節的參與主體 要形成這種供應鏈合作的意識 來形成上下游的這種合作 那麼共同來引入一些新的技術 新的服務 乃至一些新的發展模式 比如說現在我們非常提倡的 就是供應鏈的合作 用第三方的物流企業 為上下游產業鏈來進行 物流資源的整合 推動新的技術的應用 然後來減少環節 優化這個資源的配置 來實現整體物流成本的下降 所以我覺得供應鏈 上下游的合作意識 是現在非常需要高度關注的 您剛才也特別提到了技術 現在有哪些新的技術應用 可以解決我們現在面臨的一些問題 附加上的觀察 對 物流業的技術突圍 我認為不光是解決自身的管理問題 它一方面要向上鏈接 鏈接所有的貨主 所有的訂單 訂單的完成情況 同時要向下賦能 賦能所有的大貨車司機 中國目前現在有800萬輛重卡 75%以上都是個體司機 所以大模型不光是陪著人聊天 關鍵是對於這些看不懂流程圖 用不明白APP的這些大貨車司機來說 你能不能通過大模型 這種親切的語音交互對話 讓司機在進入鋼鐵廠的 一個偌大的一個廠區內 能夠快速地找到裝卸車的地點 而不是在裡邊花費幾個小時 找不到我到底應該去哪幹活 同時這些大數據 也不光是用來展示 同時對於一些運送這種 罐裝危險品的新手司機來說 能不能通過我們這種算力的方式 最快的 最貼心的 最細緻地告訴他 這一路 你的危險路段是什麽 你的危險時段是什麽 能夠讓以前發生過的事故 到底是什麼原因不再重演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知道除了富能這些司機 富能包裝 像現在的果蔬的物流的成本也很高 因為它損耗很高 那我通過這種標準化的包裝箱 從田間地頭到最終的超市上架 中間我們要經過批發商 要經過果蔬販子 要經過零售商等等 要搗手很多 但是搗的人多 但是不要搗箱 不要不停地把菜拿出來 分檢了以後再裝 拿出來再裝 而通過這種標準箱 從地頭就是這個標準箱 物流的時候也是這個標準箱 到最終的超市的上架 還是這個箱子 減少整個過程當中的擠壓和磕碰 即使減少這種果蔬的物品的損壞 也就會大大的降低物流的成本 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一方面向上我們對應的一些訂單 對整個流程的全產業鏈的這種把控 其實向下我們對人負責 對貨車司機負責 對於整個的這些農產品負責 對於降低全產業鏈 以及全社會的總體的物流成本 還是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所以其實我們說物流降成本 我們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都是服務實體經濟和服務百姓的生活 就需要我們群策群力 好 那接下來請您關注中央 廣播電視總台 品牌 強國工程 品牌展播 稍後是主播收聽 國家品牌 強國品牌 歡迎關注品牌強國工程 食油怎麼選更健康 中國多種食物油 科學PB 選原物推薦 1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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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脂肪酸精神的調和油 請求眾多營養專家一致推薦 金龍魚1比1比1 零法治脂肪調和油 全新上市 格力創新送風技術 冷風不吹人 熱風暖泉深 風不吹人 更養生 好空調 格力罩 能量與信息帶動人類文明進步 中國移動致力更加豐富便捷的融合數字服務 打造世界一流信息服務科技創新公司 中國移動 撲寫時代新天章 全新小米14Ultra 來卡光學 讓真實有層次 搭載小米澎湃OS 構建人車家全生態 赤水河左岸 有座美麗的狼酒莊園 孕育出莊園醬香白酒 青花郎 青花郎 赤水河左岸 莊園醬酒 陽靜山靜美之心 成大汗 風采之雅 茅台匠心 汗匠傳承 歡迎您繼續關注央視財經評論 物流是實體經濟的經絡 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對暢通經濟循環 釋放內需潛力 鞏固經濟回升向好的勢頭 有著重要意義 完善大動脈 暢通微循環 調結構促改革 挖錢物流降本空間 需要全社會一起努力 持續加力 推動物流降本增效體制 服務我們百姓的經濟生活 好的 這就是今天的央視財經評論 感謝您的收看 請您繼續關注其他精彩節目 我們再會